春分时节 万物苏醒 在中国白酒之都江苏宿迁 杨河的酿酒师傅们 正在为入教准备着 再过一百八十天 就是出头牌酒的时候了 老赵在101手工班 酿了一辈子酒 这一百八十天里 从入教到开教的每一道工序 他已经做了三十六年 尽古神 尽 天地不亮 一百八十天朝朝鸡发小 什么杨河独有的 三月入教 九月开教出酒 虽然牺牲时间 牺牲产量 但为了做好酒 我们愿意等 这些联系使用料 数百年的明清老教 都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 所以入教前要精心养护 就连教壁上的酒胚 也只能用手轻轻胚打下来 在均匀撒上我们特制的酒 一个教池要撒三十几 不能多也不能少 不然就会影响教池中微生物的繁衍 做完这些 凭着老赵的经验 酒胚改入教了 我们洋和酿酒的核心是 三滴工艺 低温入池 低温发酵 低温留酒 酒胚入教前 用手抓一把 闻一下就能知道酒胚的温度 水分和酸度 误差不超过0.1度 这个酒盒就要一把准 你看这个酒胚刚刚好 好闻吗 好闻就能出好酒 杨河 杨河位于世界湿地名酒产区 拥有得天独厚 三河两湖一湿地的优越地理环境 180天超长发酵期跨越三季 每到酒胚开始发酵时 老赵都会非常紧张 一北八天时间很长 气候天气 不断变化 我们每天都得 请他教吃 做记录 为了养活好这些老教 你看 师父们正在采教 不要因为 这很简单 一天下来 至少几万步 美好的事物 总需要等得再久一些 胎教酿出的头牌酒 还得经历十年 二十年的淘坛储存 最终才能成就 极致绵柔的酒中头牌 做酒 却想做人 需要时间的沉淀 这辈子 只做着一件事 得耐住性子 慢慢磨 将心一百八十天 睡醒后的酒中头牌 敌优优独播放